好了 你们正式离婚了 两年 周北山 就这么对我不屑一顾 除了结婚史的 踪踪一面 现在 连离婚都要律师来代理 江小姐 周董说 虽然当年是爷爷让你结婚的 但是周董也不想欠你什么 这张卡 偷我转交给你 不用了 我不缺钱 这 江婉 哥 恭喜离婚 刚领的离婚证 还热乎着 要我说啊 这婚 你们当时就不该醒 这不是爷爷的遗愿吗 我也不想让爷爷失望 也不知道当时爷爷怎么想的 让你嫁给周北山这个婚人 就算我们晚晚要嫁人 恰恰我多好 说什么呢 你可是我哥哥 哪有嫁给自己哥哥的 走了 滚不可能 我们又没有血缘关系 在我心里啊 你永远是我哥哥 哎 好了不说这些了 那个 那你以后有什么打算 自力更生 回医院当医生呗 不知道过了这么久 还有没有人记得我这个 江医生 开玩笑 我们晚晚可是全球文明的脑外科医生 回去我给你重新安排入职 遇到我们健康最好 那就恭喜我重回手术台 恭喜了 走 总裁 律师刚打了电话 夫人已经把离婚协议给签好了 要了多少钱 夫人她 江小姐她一分钱都没有 倒是挺会装清高的 把诚信那栋房子 获给她 我周本身从来不欠别人的 是 还有什么事 您一直让我找的那个 在国外消失了两年的江医生 最近终于有消息了 你说什么 他已经接受了本市医院的工作邀请 当了脑科的主治医生 预约的病已救了 快带我去 你醒醒 医生 你醒醒 医生 医生呢 什么情况 车祸 脑不出血 我那刚刚行政脑膳 必须马上动手术 你是谁啊 你为什么给我老公做手术 叫你医院长过来 年纪轻轻的 出了事 你能担当得起啊 我就是这里最好的医生 再不动手术 你老公就要死了 放屁 你竟然敢咒他 我老公今天要三长两短 都是你害的 你们医院害的 我要要你们偿命 不好了 病人痛孔放大 心跳加速140 想想想点什么 学习说 你们这些毛三害妹的狗屁医生 我老公不会死的 不会死的 周北深 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难道是 我来提到担保 如果手术出什么问题 一切赔偿 由周师姐来发 好吧 你好 江医生 也是 两年不见 他怎么可能认出我 老公 手术很正宫 老公 病人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 谢谢医生 太谢谢你了 张医生 有事 想请您帮忙做一台手术 这是病人这几年资料 我给您 所以结婚两年不见我 就是因为这个女 还真是够深情 她病得很严重 你应该清楚吧 是 之前做过一次手术 但是没想到复发了 不过 作为全球最顶尖的脑科医生 这手术对你而言 应该很容易吧 这台手术我做不了 另请告明吧 钱不是问题 对你而言 钱的确不是问题 但不是所有事情 都可以用钱解决 那你想要什么 医院规定 职业医师应该在 职业范围和职业注册地行医 你口中那个病人 现在在哪 竟然是私人医院 我可以把它转院过来 那就等你转过来再说吧 周总 都说现在有名气的医生 一个比一个古怪 还真是这样 我们现在怎么办 按江医生说的做 把月月转院过来 好 卑生哥 要是江医生 还是不敢为我做手术 怎么办 放心吧 我会想办法 要不然 还是算了吧 我不想让你为了 我低声下气地 去求别人 别傻 当初要不是你哥 替我当那头 他临终前托我 好好照顾你 这是我应该做的 江医生 江医生 我已经按照您的要求 把郑月月转院过来了 周总 你应该知道 国内并非只有我 能做这个手术 是 也许其他医生也能做 但是我不敢冒这个险 你是全球最顶尖的脑科医生 我找了你整整两年 我觉得你一定可以救他 行 我可以做这个手术 但是 我有条件 你说 我正在筹建实验室 需要资金和设备 没问题 一切由周氏集团提供 医院 也需要新手术室 也负责提供 周总为了郑小姐 还真是大方 因为她对我很重要 好啊 医院还缺栋住院大楼 周总 你也一起捐了吧 江医生 你是不是也得过分了 也对 一栋住院大楼 至少说也得几个亿吧 周总再怎么才待 我捐 我就是一栋楼了 只要你考虑郑月月住的好 别说是一栋楼 就算是三栋 我周北深也觉得气 周北深 一言为定 来 进我们江医生 希望他能带领我们 静男医院的外科 走向辉煌 对不起啊院长 这酒我就不喝了 以茶代酒吧 大家先吃 我出去透透气 装什么装 搞得医院捐钱 全是她的功劳似的 这可不好说 万一还真是她的功劳 比如 伺候人家周总 伺候得好 江医生 李医生 怎么了 那会儿人有点多 有个问题 不好意思问 江医生 有没有男朋友啊 没有 真的吗 太好了 我李医 李医 怎么了 有什么问题吗 没 没什么 下次再聊 李医 将医生拒绝别人的方式 倒是挺特别的 这好像和周总你 没有什么关系吧 放开我 周北深你疯了 喝酒了 周总 未免管得也太宽了吧 我告诉你 我不想把月月的命 交给一个罪魁 你最好好好保持你的状态 要是月月 周北深 我好像还没有答应 给郑月月做这个手术吧 见死不救是吧 这就是江医生的医德 我的医德 还轮不到你来质疑 你的条件我都答应了 该捐了钱我也捐了 你到底还在要什么 我只是自认为 配不上周总高看为你 你讨厌我吗 我和周总都谈不上认识 讨厌从何而起 我不想把月月的命 交给一个罪魁 见死不救是吧 这就是江医生的医德 见死不救吗 好 我马上过来 你有把握吗 我要是说没把握 周总 这是打算把月月带走 放心吧 我会尽力的 郑月月家属吗 对 我是 怎么样 成功吗 手术非常成功 病人现在需要转件护士 辛苦了 江医生 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 周总 自助 别以为你救了月月 就可以肆无忌惮了 那我希望 这是我们最后见一面 周总 周总 月月小姐 已经比转移到观察室了 吴晓 啊 你有没有觉得 这个江医生 对我敌意好像很大呀 不会吧 以周总你的魅力 应该没有女人会讨厌你 我想 这个江医生 应该是在对你 欲擒故纵 恢复得很好 在留院观察几天就可以出院了 到时候定期来做检查就行 谢谢江医生 这次要不是你 我都 周北深付过医药费的 我只是拿钱办事而已 我知道 生哥为了救我 付出了很多 但是不管怎么说 你也是我的救命恩人 这是我作为医生 应该做的 对了 江医生 你有没有男朋友啊 你喜欢什么样的 我可以帮你介绍 那你觉得生哥怎么样 郑小姐 我对周北深啊 没兴趣 江医生你别误会啊 我不是那个意思 聊什么呢 生哥 我在问江医生 有没有喜欢的人呢 你不好好休息 怎么问起这个呢 江医生 你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样的 那应该知道不喜欢什么样的吧 你说出来听听 这样我之后给你介绍 也避免介绍那样的人给你 我不喜欢 姓周的 姓周的怎么得罪你 算命的说 我和姓周的 八字不合 江医生 你是不是对生哥 有什么误会啊 没有 我只是单纯的 不喜欢姓周的 你不会 是听说了什么吧 生哥之前确实几过婚 但是那不是他的错 他的前妻是个乡下人 行事作风粗鄙不堪 他们两个根本就不合适 离婚是在所难免的 周总 也是这么看待自己前妻的吗 我和他确实不合适 离婚是最好的选择 真为周总的前妻感到悲哀 神哥 江医生 你为什么生气啊 是因为我结过婚吗 你结没结过婚和我有什么关系啊 比起我 病房里的那位恐怕更在意吧 扯月月干什么 和她有什么关系 是啊 和郑小姐没关系 我不该牵着她 别扯别的 我问你为什么生气 我真的没生气 多少 就是为周总的前妻感到不值而已 都离婚了 还要被人在背后嚼舌根 多令人唏嘘啊 我当初结婚是被逼无奈 月月只是替我抱不平而已 虽然我没和她见过面 但我感觉她人应该挺好 生个好人 只是和我不合适而已 好人 所以这就是我两年婚姻得到的评价 真可笑 周总不用和我说这些 我没兴趣 等一下 好果不挡道 麻烦让一让 江医生 欲擒故纵也要适可而止吧 欲擒故纵 你说我欲擒故纵 周总 脑子有病就去看一看 要不要我找人 来给你做做检查 脑子有病可不是小问题 你敢说你没有吗 周总 我真的对你不感兴趣 就像我刚才在病房所说那样 我不喜欢姓周的 周总 态度这么恶劣 难道我真得罪过她 吴晓 嗯 去帮我查一下 江医生这两年的行程 我要知道 我是不是曾经见过她 是 惊喜 江田 你不是在国外吗 你怎么回来了 这不是听说 你离婚了 所以才姐姐忙忙赶回来 走走走 吃顿饭去 我快饿死了 我简直快被你气死了 江湾 你脑子里想什么 怎么能救证 月月那个小贱人 她给医院捐了那么多东西 况且 我也是医生嘛 我早就看着我被神不顺眼了 或者是我 我肯定狠揍她一顿 就捐了点小钱 太贱那混蛋了 是吗 那我倒是想知道 我做了什么人生公分的事 惹来这位小姐这么大的敌意 周北深 请你说清楚 江医生到底怎么便宜我了 周总 小田只是觉得 我给郑小姐做的手术 应该多问你要点报仇而已 你的意思是我给少了 当然不是 小田只是随便说说而已 你便放在心上 你是江向东的女儿 我 我不是 我不是 我记住 完了完了 他不会报复我爸的公司吧 没事没事 他应该没有那么幼稚 啊 他竟然 就住我对面 你和他怎么回事 他不会不认识你吧 自从结了婚之后就没见过面 他认识我才有鬼 指不定就是你俩的缘分还没断 说不定最后还复婚呢 我现在就是好奇 周北深要是知道你是他前妻 他会是什么反应 姜田 你心复什么呢 不好了婉婉 周北深那个王八蛋 竟然停了和我爸公司的所有合作 什么 怎么会这样 不怪我 我当时最见什么呀 走 我带你去找他 江小姐 实在不好意思 没有预约 真的不能见我们周总 我有急事要找他 不能通融一下吗 抱歉 小婉 你说周北深 是不是已经决定 要让我爸公司破产 总裁 江小姐想要见你 好像是为了江氏的合同 您看 把项目专个正式 至于那个姓江的 想办法让他走 明白了 天天 别担心 总会有办法的 江小姐 实在不好意思啊 我们周总今天出差 他真的不在公司 不在是吧 那你转告他 郑小姐的病 难免会复发 他周北深 真的不会再求到我头上了吗 这 江小姐 我们周总决定的事情 一般很难再改变 不顾是江婷 说错了一句话 总要给个道歉的机会吧 你有所不知 我们其实已经决定 和正式合作了 嗯 正式 正月 周北深还真是为了他当经纪 行 不见我是吧 那周老爷子的话 他总会听吧 周爷爷 我有点事情 想请您帮忙 总裁 老爷子打电话说 江小姐在家里等你 想见你 他倒是真有本事啊 竟然找到爷爷了 我觉得 老爷子难得想主动见你 要不 真是麻烦 没错 好 你这孩子呀 就算你和北深离婚了 也是我最疼爱的孙女啊 小没良心的 也不知道回来看看爷爷 哎呀 我这刚回医院 太忙了嘛 爷爷 老爷 少爷马上就到了 什么 不是说出差了吗 怎么突然回来 那个 爷爷 我今天 还有些事 我就先走了 改天再来看您 你着什么急啊 这阿圣今天也要回来了 你们好久没见面了 大家坐在一起 吃吃饭 叙叙秀 这不是挺好的吗 可 我们已经离婚了 离婚了怎么了 离了婚也可以做朋友吗 你们两个呀 就是缺乏互相了解 结婚两年了 也没见过几次面 难道 这就要见面了吗 给你们创造条件 重新认识 重新了解 这该多好 她人呢 少爷说张小姐 似乎有些不舒服 她今天晚上就不回来了 岂有此理 也不知道 那个姓郑的女人 给她灌了什么迷魂堂 果然 对于周北深来说 郑月月永远是最重要的 哪怕是老爷子 也得往后认了 姨叶 您别生气 反正我跟她已经离婚了 她不想见我很正常 北深这个小子 是被那个女人 暂时迷了眼 放心 我一定会让她 灰心转意的 看来姜田的事情 我只能自己想办法了 沈哥 真是不好意思 这么晚了 还麻烦你跑一趟 我已经没事了 既然没事了 那我就回去了 爷爷还在家等我 沈哥 是不是 如果不是因为我哥 你根本就不会多看我一眼 爷爷 你明明知道 我一直都喜欢着你 月月 你刚刚恢复好 我不想弄伤你 自己放手 如果身体不舒服 就让无效送你去医院 别一天到晚瞎想 周北深就这么走了 你怎么让她留下来啊 爸 她对我根本就没那个意思 胡说 所有人都知道 这两年为了给你治病 她翻天覆地找姜医生了 甚至连婚都离了 她对你要是没点意思 会为你做到这一步 可是 她根本就不碰我吗 一定是你太矜持了 我还不了解男人 只要你再主动点 她会不碰你 可是我 我 我跟你说啊 你哥哥 对他可是有救命之恩的 就凭这点恩情 你多动动脑子 周家少夫人的位置 指日可待呀 嗯 等一下 周总 我为之前小田 对你说过的话 谢你道歉 希望不要因此 就影响两家人的合作 周总 毕竟也是个大度的人 谁告诉你我大度 周总 江医生真是能屈能伸 之前明明那么讨厌我 现在为了江家 又不惜低头来求我 真是佩服 周总 你搞错了 我没有讨厌你 是吗 我觉得江医生不用担心 你那个朋友本事可不行 他都能直接找上我爷爷 这样的人用不着你担心 这可惜啊 他凭什么觉得 我会听我爷爷的 江铁 不对啊 这次去找爷爷的人 应该是我才对啊 周总 真的没有半点 上量的余地吗 你就这样解除 两家的合约 是不是有点太过于随意了 我周北深做事 向来损心 有意见 周总 你别忘了 郑小姐的病 随时有复发的可能 你这是在威胁我 我怎么敢 我只是 在提醒你而已 那 江家被周氏退掉的那批货 我已经重新帮你找公司接手了 可能架口上来说能亏一点 但是也不至于破绽 哥 这次真的谢谢你了 哎呦 我们家湾湾可真是客气啊 早知道你们关系会变成这样 我当初就应该 江医生 这位是你男朋友吧 一看就很优秀 怪不得你之前不让我给你介绍呢 这位可是宁岗事业的余祖 当然优秀 哪比他上周总你啊 刚刚离婚马上就有新婚了 你不会是因为这个女的才离婚的吗 余总 我的私事好像轮不到你来平头论足吧 哦 那我跟江博士的关系同样也是私事 轮不到你们来执行 算了 走吧 好 哎 放手 我只是忽然想起来 我有个小姐妹跟我说过 余总好像是有女朋友的 只不过职业不是医生哦 那江医生和余总的关系 啊 我懂了 江医生你放心 我是绝对不会说出去的 这位小姐 我劝你嘴巴还是干净的 我和他什么关系 用不着来告诉你吧 好狗不挡当 哥 我累了 我们走吧 哎 江莱 怪不得看不需要我给他介绍的人呢 原来早就掉上金跟戏了 是 申哥 江医生不是你说的那种人 说话注意分寸 我还有事 晚饭你自己吃吧 哎 我和他什么关系 用不着来告诉你吧 好狗不挡当 灵压离痴 宋财 之前你让我找的那位前妻 让我把成妻的那套房子给她 可是 这是什么 她不满意吗 啊 不是 可是我找不到她的去向 继续查 我就不信她一个乡下你 人能上天吗 明白了 那今天晚上的慈善晚宴 刚才郑小姐打电话过来说 希望您能陪她一起出席 知道了 哎呀 闭口杂志的面子好大 竟然连周北深都能请来 没想到她也来了 她身边的女人是谁啊 不会是周北深的女朋友吧 哎 那不是护士的心情富豪余霄吗 刚刚几年白手起家 没想到她也来了 她旁边的女人是谁啊 这也太美了吧 我怎么会想起那个乡下丫头 月月 你刚刚恢复好 应该在家休息 我没事的 升哥 敢抢我的风头 走着瞧吧 接下来 正式进入我们的拍卖会环节 第一件拍卖的真品 是这套钻石首饰 起开价三百万 五百万 恭喜周北深先生 升哥 谢谢你 接下来要拍卖的 是这套帝王绿耳环 起拍价八百万 一千万 大哥 喜欢就拿下 不要给大哥省钱 两千万 四千万 六千 大哥 送了 没必要 好吧 六千万一次 六千万两次 六千万 三次 再次恭喜周北深先生 江小姐喜欢什么 送你 不必了 这么大手笔的礼物 我可不敢收 不值钱的小东西而已 你救了月月 她的命比这支钱多了 我已经拿过属于我的报酬了 没有 周总 您这是什么意思 我和周总好像不守吧 周总 您别做让人误会的行 走路不长眼睛 是不是想死 这 这哪儿来的小美人 陪哥哥就喝一杯吧 放开我 装什么矜持 把本少女赐好 要多少钱 就要多少钱 放开她 你又是个什么东西 赶快老子的好事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是赵家的大公子 我管你是谁 现在赶紧给我滚 没事吧 周 周总 姓赵的 我告诉你 你再敢骚扰她 我让你失不了兜着走 原来是周总那女朋友 早说嘛 看在你和我姐赵媛媛的关系上 这一次我就放了这个小鸭子 下次 行 今天真是谢谢你啊 客气 我早就看那个家伙不顺眼了 我也得谢谢你 正好给了我一个揍他一顿的机会 赵总真是好手段 连英雄救美这种套路都玩得出来 千万 我可提醒你 你面前站的这个人 和姓赵的是一球之合 周北深你什么意思 你别以为我不敢揍你 试试看 万万 是不是有人欺负你 哥 走 先进去吧 周北深 原来你真正看重的 并不是郑月 而是这个江医生 接下来要进行拍卖的 是著名画家苏北先生 创作的一幅画作 起拍价 五千万 苏北先生 是我们都知道的 那个苏北先生吗 他不是已经封闭很多年了 这幅画是由在场的 一位匿名人士赞助的 他保证这是真的 匿名人士 谁啊 请站出来 画是我赞助的 这幅画确实是苏老先生所画的 不是大家口中的假画 江医生 苏老先生这么有名 大家肯定都希望 这幅画是真的 只不过 你的这幅画从未出现过 难道是苏老先生的新作不成 是 确实是新作 可是苏老先生早就选不过 我们再看那新画 你打着他的名号 后面之前 好歹也打听打听 免得像现在这样闹笑话 就是 以为我们都是傻子吗 江医生 你想参加慈善的新宠 只不过 你拿假话误弄大家 多少有点不合适吧 你这样会引起众怒的 赶紧认错吧 认错 认错 好 既然大家不相信是真话 那就请进一室 周北深 你看上的女人呢 出了点小麻烦 妈 不出手帮一下 战业 我警告你 我们俩之间的恩怨 最好别把别人扯进 你 可以的静止认为 并过我仔细观察 这幅画 这幅画确实是苏老先生的真迹 不可能 张小姐 你是在质疑我的专业水平吗 不是那个意思 我只是觉得不可能啊 苏老先生的星座 怎么会在他手里 有什么关系 师兄 遇到麻烦 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 是看不起师兄吗 师兄 我是觉得这是小事 不想麻烦你 我自己能解决 听说 有人怀疑我师妹的话是假的 师妹 难道 你撒谎 你肯定是被他买通了 你们连手骗人 苏老先生早就已经当中 宣布过封闭了 他有骗人吗 他老人家闲来无事 画一幅画 送给自己的小徒弟 这也算骗人吗 想来我师妹 是真心想要做慈善 才把这幅画拿出来拍卖 没想到 会被人这样无情 郑小姐 我看现在该道歉的人 应该是你 我 神哥 道歉 你说什么 我说给江小姐道歉 神哥 我不是故意的 你说什么 我说给江小姐道歉 道歉就算了 宋老先生确实很久没有画画了 郑小姐弄错也很正常 不过郑小姐 下次说话前 还需要了解清楚事情的真相 我就不奉陪了 大哥 我们走 你 周总啊 这样的女人 下回就别带出来 丢神 神哥 我不是故意的 我只是 你只是鼠目寸光 只想让那个姓江的小姐出丑而已 可惜 突击不成十八米 周北深 这个姓江的女孩 比她有意思多 你要是和江小姐没有关系的话呢 不如我去追她 随你 神哥 走开 周北深 你干什么 是不是除了我 其他男人你都来扯不拒 你发什么疯啊 我告诉你 湛燕那个人没按好心 你最好离他远点 前几年湛燕 他们家逐渐没落 快破产的时候 湛燕弄死了他爹 才成功上位的 我要和谁接触 那是我的事 周北深 你未明管的也太管了 我没和你开玩笑 我要和谁接触 那是我的事 周北深 你未明管的也太管了 我没和你开玩笑 周总 你没事吧 周北深 你没事吧 你干什么 保持呼吸畅通 保持一时清醒 你在摸哪儿 我 我又不知道 你手机是放在哪儿 不是吧 周总 什么破手机啊 周总 你不会 有幽病恐惧症吧 和你没关系 你躲那么远干什么 关你屁事 我乐意 过来 过来我就告诉你 我就是单纯地怕黑而已 不是吧 没想到堂堂周总 竟然怕黑啊 我哪儿得罪你了 你要这么嘲笑我 你得罪我的地方 可多了去了 比如呢 比如江家的事情 你是不是早就打算 和正式合作 为什么还摆出一副 是小田得罪你的结果 对 我就是打算 早就和江家停止合作 怎么了 周总为了正小姐 还真是什么都做得出来 我和她的关系 不是你想的那样 周总 江医生 你们没事吧 今天晚上的事 谢谢你了 没想到周总 竟然会道歉 真的是太阳打西边出来 江医生 我不是那种 不知好歹的人 既然如此 我也好心提醒你一下 你现在的情况 不像是单纯的霸碍 感觉有点像心理问题 我建议你 找个心理医生看一下 不然的话 我又没有问题 就不麻烦江小姐费心 江医生 宋孙来了 郑先生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这你都看不出来吗 当然是心花赠美人 郑先生 我对你没有什么兴趣 这花你送做人了 等等 你说你对我不感兴趣 那你对什么样的男人感兴趣 周北深吗 郑先生 我觉得我们之间 不妨把话说明白些 我不管你和周北深之间 有什么恩怨 但请不要牵扯到我 江医生 你误会了 我只是单纯的想追求你 江医生 不好了江医生 姐姐那边来了个病人 非要找你做手术 现在已经闹起来了 走去看看 医生呢 我说我儿子要做手术 就得做手术 医生呢 医生 医生呢 你不许走 你就是医生吧 哪来的破释 医院打人了 医生见死不救还打人 我不想活了 我要让他们给我提名 刚才谢谢你啊 想谢我的话 不如去跟我吃个饭 再说吧 我还有手术 周总 怎么 带着女朋友 来医院做产检 湛先生 怎么能这么说 我和山哥 我们什么都没有 你离婚不会就是因为这个女人吧 眼光也太差了 我 湛义 我警告你 你最好把嘴给我闭上 叶叶是我妹妹 你要是再敢胡乱说 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那我也奉劝周总一句 你少在江医生面前诋毁我 你再多嘴一句 我也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圣哥 医生还等着我们呢 不是说随便我吗 我看你也没有这么淡定 都是你这个黑心的医生 要不是你不愿意给我儿子做手术 我儿子也不会出事 我儿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都怪你 你儿子根本不需要做手术 再说你作为母亲 你不反思自己法还怪别人 我不管 我儿子要出事 都是你的责任 怎么 你还要打人 这位阿姨 你的儿子不需要做手术 如果你再这么胡搅蛮缠 妨碍我检查的话 别怪我不客气 走 你不能走 你把他害得这么惨了 难道要害死他不成 放手 走 新救人 他会害死我儿子的 干什么 你确定要害你儿子的事 他而不是你自己的 你 你说什么呢你 那是我儿子 我怎么能害他呢 医生 找人看着他 直到江医生做完手术为止 你 怎么样 我儿子他有救了吗 抢救过来了 你去交下费用 还让我交钱 我没钱 我儿子差点尿了命 都是你害的 你必须负责任 昨天跟你说过了 你儿子的情况不需要做手术 你为什么非要给他做手术呢 我不管 我儿子就是你害的 你必须给他付手术费 放手 你没事吧 你怎么来了 大家都来看呀 就是这个黑心的江医生 差点把我儿子害死 原来网上说的就是他呀 人家都儿子拉到医院了 要去做手术 他竟然拒绝 结果害得人家大出血 这医生真是太坏了 网上 别看了 交给我处理 放心吧 我没有那么脆弱 就是这个黑心的医生 他不给我儿子做手术 害我们转院 结果 出了这件事情 就是他 把我儿子害死的 你们大家 一定要为我做主呀 真是好大一出戏 真是好大一出戏 想走 没那么容易 董芳香 四十五岁 无业 刚刚送上手术台的孩子 并不是你的亲生儿子 是你的妻子 你胡说 你跟你妻子的关系 并不合目 甚至放言说 希望他早点死 所以这个车祸 也是你自导自演的吧 没有 没有的事情 让你插嘴了吗 你看车祸没有弄死他 就想让医生做开炉手术 希望他死在手术台上 这样 你既可以让你讨厌的妻子消失 还能讹上医院一遍 我说的没错吧 他就是胡说八道 他就是为了给江医生 逃避责任 龙黄香 要我把昨天急诊室的监控记录 调出来给你看看吗 真业 今天谢谢你了 江医生客气了 举手之劳而已 可惜 今天晚上晚饭吃不成了 你早点回去休息吧 我送你 今天也谢谢你了 早点回去休息吧 昨天你帮了我 今天我们两清了 恰模恰样 总裁 关于江医生的事情 我又查到点东西 说 江医生的真名叫做江婉 他从小在乡下长大 但他是个超级学霸 22岁就已经博士毕业了 然后 他又出国深造了两年 之后就回国了 江婉 然后呢 他回国之后 并没有直接接受 各大医院 还有机构的邀请 而是 隐退结婚了 结婚 对 结婚了 我查到他在民政局 登记结婚了 但奇怪的是 过了两年之后 他又毫无征兆地离婚了 我离院 原来他没有骗人 总裁 您看 知道他前夫是谁吗 这就是奇怪的地方 我查到他结婚又离婚 但他和谁结的婚 一点消息都查不出来 可能那个人也不简单 但是不管他多不简单 对都再有一天 也要查出来他是谁 周总 看上去你对江医生前夫的敌意 好像挺大 别乱说话 好 我继续续查 不好了 不好了 郑总 还有没有规矩 敲门了吗 对不起 郑总 事情有些紧急 有周北深 照着我们郑家 能出多大的事情 郑总 你没看新闻吗 有记者爆料 郑氏集团 涉嫌偷税漏税 财务造假 你说什么 是真的 郑总 现在网上流传很多新闻 还放出来很多证据 胡说八道 你都是诬蔑呀 你赶快找人 把这个新闻撤下来 否则 我要告诉他们 生家当产 好的 郑总 我现在去安排 郑总 又怎么了 事务局和证监局那边 又来人了 满满 关于董方 将在网上掀起的风浪 我已经控制住了 背后的人还需要我吗 大哥不必了 我已经给他一个教训了 我先不跟你说了 我去上班了 好 给 黄鼠狼给祭拜你 没了好戏 说吧 有什么事找我 没事 到底吃不吃 要不要一起吃点 有什么话只说 不用一直盯着我看 周总怎么会有时间 陪我来吃早饭啊 郑月月 不会生气吗 我和月月不是你想的 那种关系 我一直把她的妹妹看 周总是这么想的 那郑月月是吗 为什么一直打探 我和月月的关系 江医生看起来 不像那么花快的人 我只是随便问问 你不想说就算了 那 你之前说你离异 是认真的吗 当然 周先生还有什么想问的 一并问了吧 省得你再派人去查 没什么 我只是没想到 像江医生这么优秀的人 也会有人不珍惜 哎 是啊 那个瞎了眼的渣男 结婚两年 竟然都没看过我一面 你说 他是不是混蛋 他是谁啊 他是谁不重要 重要的是 以后啊 不会再有瓜葛了 对渣男不用太认识 如果江医生不好出手的话 我可以帮你 周总 你不会 是想追我吧 我就是觉得 你救了月月一命 想帮你一把而已 就像你说的 月月的病 随时都可能复发 没有最好 反正 我也不喜欢姓周的 为什么不喜欢姓周的 因为我那个前夫 就是姓周的 所以我对姓周的 都不感兴趣 江医生还真是 你敢再打死 所有姓周的 那能怎么办 谁让我不喜欢呢 总裁 不好了 郑家出事了 废物 都是废物 还不赶紧把网上的帖子 给我删掉 申哥 你快救救我爸爸 他把那些人带走了 好吧 你先别急 我会想办法 网上那些暴露 怎么回事 我们已经联系了发帖人 但是 对方有缘不尽 无论我们删了多少 他们还会发心的 警察清楚 对方到底是没有人 还有 为什么无缘无故地 真的认识 是 喂 不请我 上去坐坐吗 张先生 不好意思啊 孤男寡女的不太方便 不过刚才的饭菜很好吃 我先回去休息了 你也早点回去 应该快来了吧 周北深 你来了真快 玩够了 周总你这是说什么 我有点听不懂 看样子 你要对战家出手 这不就是你想要的吗 周北深 这次你要输给我了 你做这么多 就是想跟我比个输赢是吧 不然呢 我告诉你 他是个人 不是战利品 只可惜 因为你 原本 我还挺欣赏他 或许 我真的会喜欢上他 战业 我告诉你 你要是敢伤害 我一定加倍奉还 那也要看周总 有没有这个本事 周北深 你干什么 你这是私闯明珍 你放开我 我警告过你 离那个战业远点 为什么不听 我凭什么听你的 你以为你是谁啊 不喜欢姓周的 喜欢姓湛的 是啊 我就是不喜欢姓周的 尤其是叫周北深的 江湾 你再说一遍 我说 我不喜欢姓周 你 你 我 周北深 滚 滚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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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总 要是就说 没事出去 根据我们目前查到的情况 江医生前夫的消息 应该是被周家隐藏了 什么 不可能 在此之前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 更不可能隐藏他的婚姻状况 如果不是您的话 有没有可能是老爷子 爷爷为什么要干这事 我不喜欢 姓周的 总裁 江小姐想要见你 老爷子打电话说 江小姐在家里等你 想见你一面 江小姐想要见你一面 江小姐想要见你一面 除非 他之前说的前妃就是我 周总 那江医生的情况 还要继续查下去吗 出去 是 他那么讨厌我 我还是不要打扰他 我还是不要打扰他 我还是不想打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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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个前妻的趋向 你到底查清楚没有 还没用 你就从来没见过她吗 她没来过公司 你也没去过州公馆 我自然没有见过她 我姚妮你干什么去的 我给了你这么长时间 连她去哪儿你都不知道 她明明就站在我面前 你都查不出来 在你面前 姜婉姜医生 你就没觉得这里面不得劲吗 您是说 姜医生就是姜婉 你说呢 姜医生就是姜婉 你说呢 这怎么可能 姜婉就是个乡下丫头 而姜医生 她是国际上知名的脑外科医生 还是苏老先生的关门弟子 她完全就是两个人啊 这就是我让你查的事 你如果不把这件事情查清楚 你就给我滚蛋 我明白了 我现在就去查 原来姜医生就是姜哥那个前妻 我不会的 就算是同一个人又怎样 姜哥都已经跟她离婚了 周总 我好像没有允许你坐在这里吧 这顿饭我请 一顿饭的钱我还是有的 却不劳烦周总破费了 姜婉 我们就不能好好聊一聊吗 我和你之间 没有什么好聊的 之前的事就都没发生过好不好 我们重新开始 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 不怎么样 为什么呀 说起来也就是姜家那次让你不高兴了 大不了我和姜家重新合作 不需要 这件事情就不劳烦你费心了 那到底怎么样你才能消气 周北山 你已经知道了吧 周北山 你已经知道了吧 知道什么 周总 跟我装傻 可就没有意思了吧 我打了你一巴掌 你非但没有找我的麻烦 还主动过来求和 唯一的可能性 就是你什么都知道了 对 我就是你那个 上不了台面的 乡下前妻 我也是昨天晚上才知道的 你之前为什么不告诉我 知不知道有什么关系吗 反正我和你 已经是陌生人 那姜家那边 我 不需要 姜家的事情 就不劳烦周总费心了 姜家 又不是只有靠周家才能活 周总 还是留给郑家吧 之前那两年 是我对不起 我不知道 不知道什么 不知道我长这样 还是 不知道我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 粗鄙不堪 姜王 周总 既然已经离婚了 那我觉得 我们还是各走各路 希望周总明白 我没有那么地想见你 好 那就如江医生 你虔诚私情 你怎么点话都说不清楚 那温柔的痛 我听得清楚 我站在他的身边 你经过我的院间 江医生 好巧啊 你也在这里吃饭 从一个周北深 又来一个你 你们是诚心不想让我吃 遮掩饭是吧 走了一个周北深 又来一个你 你们是诚心不想让我 吃遮掩饭是吧 江医生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难道北深哥 刚刚已经来过了 看来你们的关系 还真是不错呀 你从哪看出来 我跟他关系不错的 那你们 郑小姐 上次我就跟你说过了吧 你怎么还这么担心啊 看来你的关系不够牢靠啊 是我太没安全感了 深哥这么优秀 我就是担心 他会喜欢上别的女人 郑小姐 人不可自亲自见 周北深再怎么优秀 他也是个人啊 你可不能这么看清自己 所以 你是真的不喜欢深哥对吧 郑小姐 作为医生我提醒你 你现在的状态出现问题了 你需要冷静冷静 难道周北深身边的任何一个女人 你都要上去寻问一番 钱不是问题 不然让他身份明练 北深 你说你这大中午的不在公司上班 跑这里来跟我喝这个酒 你没事吧 没事 你这也叫没事 你不会又是因为那个什么 姜婉吧 你难道还没有跟人家坦白吗 谈了呀 他说他不小心我 也是啊 你说你跟人家结婚两年多了 面也没有见一面 给谁谁没有怨气 你不能因为人家对你态度不好 而且不高兴吧 难不成你还真喜欢他呀 我看呀 你就是最近一个人待久了 身边也没个女人照顾 你要不这样吧 我最近认识几个千金大小姐 都还蛮不错的 介绍给你认识认识 滚一边去 别放我了 好好好 来 喝酒 既然已经离婚了 那我觉得我们还是各走各路 希望周总明白 我没有那么的想见 各走各路 将晚算你狠 哎呀 小婉 上次的事情是我不对 你就别生气了嘛 你看 我今天不是特意放下工作 来请你吃饭了吗 没想到看你平时掉儿郎当的 工作起来还挺认真 没办法嘛 周氏的事情 总是给我结结实实地上了一课吧 哎 对了 说起来你和周北深怎么样呀 我和他能怎么样啊 顶多就是他知道我是他前妻的事情 什么 他知道了 那他什么反应啊 是不是后悔莫及 他后不后悔我可不知道 反正我又不在乎 你真的不在乎吗 他可是你的前夫啊 你都说了是前夫 既然是前夫 那就说明没有任何关系了 说起来周北深其实也还不错 你真的不在考虑考虑吗 姜亭你疯了 他可是让你爸公司差点破产的人 你竟然还帮他说话 这可不一样 我向来公司分明 说不过你 我上洗手间 你解决 我觉得吃的差不多了 我们先走吧 好 小婉 你没事吧 没事 我就是不问他 小婉 别管我快跑 小婉 周总 不好了 姜姜姐出事了 你说什么 刚开到电话 她被人绑架了 你也是在 把她把这位所有的借口都掉出 江田里的人啊 补餐局 你们是什么人 你们想干什么 你给我老实点 总裁 我查到那边监控线索 不过 站从那边也得到了消息 别管他 给我继续查 是 喂 你说我今天如果就叫小婉的话 她会不会一声将许啊 两位大哥 你们也得把我这眼罩摘了吧 好歹让我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啊 什么人 把人给我放开 原位 我们只求再不害命啊 手废话放人 朱北深 我不需要你来救我 你们走吧 小婉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跟我发现界限 当我说三二年能备合你 起生 有时候我不配合你 什么都想不给你 成就 我都说了 不用你们来救我 我都说了 不用你们来救我 江小姐 没想到你还挺凶快的 马上给你的雇主打电话 我打 打电话 喂 怎么样 事情办得怎么样 视频呢 郑小姐 恐怕 要让你失望了 什么 郑小姐 我不是 你认错人了 讲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这件事 无所谓 我又不在乎 不过 请周总 给郑小姐 带句话 这笔账 我会找他算的 真业 送我回去 乐意至极 周总 再见了 我就带小婉 回去了 后续的事 就交给你处理了 江婉知道又怎么样 他又没有证据啊 就算他去升哥面前说 升哥应该不会相信他的 是吗 升哥 你怎么来了 为什么得江婉动手 升哥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刚刚接电话的时候 不止江婉在 我也在 好吧 是我干的 为什么 他救过你的命 为什么 我对你什么心思 你难道不知道吗 我只把你当妹妹看待 没有其他想法 可是我爱你啊 我怎么舍得抱歉 这就是你动手的理由吗 我不甘心 你们才认识多久啊 就算你们宠今是夫妻 可你们现在已经离婚了 你怎么知道他是我前妻 好 你收拾一下吧 今天晚上飞国外 没有我的允许 不准再回国 周北山 你到底想干什么 不管你信不信 绑架的事我确实不知道 周总的确没有绑架我的道理 但那又怎样 我和你注定是要做仇人的 他绑架我 不就是想找人毁了我的清白吗 你说 我也找人绑架他毁了他的清白 那样 我们是不是就两清了 你不是那样的人 周总 是自以为很了解我是吧 是 我是不了解你 我不知道你是江医生 我也不知道你是苏老先生的关门弟子 我更不知道你身手那么好 周总 说了这么多 你有一句话倒是说对了 我的确干不出来这样的事 你说 我要是把他送进监狱待几年 这样 他会不会喜欢 抱歉 要让你失望了 你什么意思 一个小时以前 郑月已经从飞机去国外了 周北山 你听清楚了 这笔账 我会算在你的头上 小婉 滚 周总 赵氏集团的股票已经跌停了 给我盯着赵家 但凡他们要的项目 我全都要 是 北山 你怎么来了 乖那边暂时不忙 我就想回来看看 而且我听说 我弟弟在拍拍会得罪了你 我是专门替他下你道歉的 北山 他也不知道你和那位小姐之间的关系 你既然知道他是什么东西 就应该好好管教他 你说 他和害的可不是一个两个吗 你们赵家要包庇他 我懒得管 只要你们能承担后果 跟我也没什么关系 我让他亲自向你道歉 保证以后不会这么做了 赵远方道歉是应该的 不过不是像我 好 我答应你 平他也配 不过是个小名声 迟早会让你放 江小姐 上次的事情是远方不对 我已经狠狠批评过他了 快去给江小姐道歉 你干什么 眼睛都要我可以帮你拔你 对不起 你这小子他 抱歉 大声点 对不起江小姐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赵总的道歉啊 我如果不答应 岂不是不知好歹 你要是不高兴 可以不答应 我高兴啊 赵总的道歉啊 多不容易啊 还不快去收拾一下 江小姐可真是命好 能让北深替你出面 可不是一般人有的待遇 赵家跟周家是世交 我和北深又是从小一起长大的 说话自然随便了些 江小姐你不要介意 周总 你真的是艳福不浅啊 刚走一个妹妹 又多个青梅竹马 朋友而已 周总你不用跟我解释 反正我和你也没有什么关系 我去个携手间 还有那个姓周的 不要以为你们周杰有多厉害 你破诊的天 他们怎么折腾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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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 你这是怎么了 怎么了 小婉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不过赵公子看着 好像伤得很严重 你要不还是关心一下赵公子吧 是你 是你在背后下的黑手 对不对 赵公子 你这是在说什么 你小这么丑子 除了你还有谁 江小姐 我弟弟大概是被人把脑子打傻了 才会胡乱攀养 脑子不好 就赶紧去看医生 省得耽误病去 姐 江小姐 我就先带这个不成器的弟弟回去了 改天再请你吃饭 我本人非常希望能成为江小姐的朋友 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荣幸 能和赵小姐成为朋友 我求之不得 快走 走了 你应该不喜欢他 为什么答应他 赵小姐都开口了 我要是不答应 岂不是显得很小气 你是不是其实一点都不想接受道歉 周总说笑了 我可以帮你 赵小姐可是你的青梅竹马 这人才刚走 你这么说不太好吧 说了我们只是朋友而已 周总不用跟我解释 跟我没关系 江婉 你是每次送他回来都要在楼下等我吗 丽敬看到你不高兴 我才能高兴 不过 你今天的确来吃饭 没能亲眼看到我送小婉回来 有意思吗 省什么你 江婉不会喜欢你的 你这种行为也气不到我 绝不觉得自己想跳梁小丑 也许他现在确实不喜欢我 但是至少不讨厌我 周北深 像你这样死皮赖脸的缠着别人 才是真正的小丑吧 你懂不懂什么叫矮之神恨之气 他越讨厌我 就越这么他心里有我 你确定吗 确定 周北深 你可真的是又自大又自恋啊 你是不是以为全天下女人都喜欢你啊 要不是你有几个臭钱 你认为他们看得上你吗 你刚才那些下头的言论 真是到我胃口 江婉 你话是不是说得太过分了 过吗 我觉得还不够呢 我就是要让你知道 不是全天下女人都喜欢你 至少我将晚没有 是你的前妻又怎么样 麻烦周总 以后还是离我远点吧 好 真好 其实我一直很好奇 周北深 为什么要和你离婚 他身边又是秦妹妹 又是青梅竹马 哪会记得我这个妻子的存在 离婚不是很正常吗 他对你不好吗 我跟他结婚两年 压根都没见过面 谈不上好不好 真的不考虑和我在一起吗 如果你和我在一起 我保证能让周北深气得半死 他气不气和我有什么关系啊 我又不在乎 我以为你很想看他倒霉呢 我想看他倒霉 和我要和你在一起 这是两件事 你真的 不考虑一下 结婚两年 这婚房我竟然一次都没来过 我 你是不是也曾经期待过我回来 三天后 就是你爷爷我的寿城 这个生日 我必须看到你带着小婉一起回来 战业怎么会来周家 当年他妈妈和你爸爸私奔的事情 可是闹得满城风雨 和旁边那个是姜婉吗 他们怎么会一起 你能来爷爷很高兴 他在休息 我带你过去 周总 小婉今天是我的女伴 你要带走 不太好吧 算了 我就在这等吧 夜会马上就要开始了 好 那你有什么需要 随时找我 周总你放心 小婉有需要会第一时间找我 不用麻烦你 战业 今天是爷爷宴会 我不想惹出什么事 你明白吧 我明白 我自有分嘴 爷爷 周爷爷 爷爷 周爷爷 祝您福入东海 树比南山 好 好啊 在远远心里 您就是我的亲爷爷 给自己爷爷送礼物 不是应该的吗 哈哈 老爷子 我是田国东的女儿 田孝孝 祝您福入东海 成米百岁 好 田家有心了 哈哈 竟然只是这毛笔 还真是别出心裁呢 是在李老头那儿买的吗 嗯 不错 你叫田孝孝是吧 是 不错 这个礼物啊 你叫田孝孝是吧 是 这个礼物啊 我喜欢 这是我目前收到的最喜欢的礼物 回头 跟田家多多来往 咱不能白拉人家这么好 爷爷 谢谢啊 江婉 谢什么 这是我送给爷爷的 又不是送给你的 江小姐 今天可是爷爷的寿宴 送这个礼物 怕不太合适了 连自己的女人都护不住 难怪小婉 看不上 这价值上亿的扶手眼台 你都看不上 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你是这京城的首富 价值上帝 她不过是个医生 怎么会有那么多钱 该不会来路不明吧 胡说八道 小婉 小婉是北深的妻子 是我的孙媳妇 她送我的礼物贵重点 难道不正常 老爷子 您怕是有点糊涂了 周北深和小婉 早就离婚了 他们俩现在没有任何关系 小婉呢 今天是我的女伴 小婉呢 今天是我的女伴 湛家小子 你和小婉 是什么关系 虽然现在只是普通朋友 但是我有信心 让小婉成为 爷爷 今天是你的寿宴 你不要被这些 无关紧要的事情 影响了心情 都散了吧 寿宴继续 小婉 不陪爷爷我聊会儿 嗯 你先过去吧 你别忘了 你今天可是我的女伴 不要和某些人 走得太近了 放心 忘不了 小婉啊 北深 最近欺负你了没有 她要敢欺负你 你就告诉爷爷 爷爷替你收拾她 爷爷 我和周总都不熟 也不存在什么 欺负不欺负她 向晚 周总 应该也不是一个 走不出过去的人 唉 小婉啊 爷爷只是希望你幸福 也希望你 再给北深一次机会 您说的是爷爷 不过我这个人啊 向来不迟 回头走 爷爷 生日快乐 那我先走了 赵小姐 你是不是一直都想毁了我 江小姐 你在说什么呀 我听不明白 你想要得到她 还得靠你自己的能力 毕竟爱情这个东西啊 还是强求不来的 我当然有能力 两年前要不是因为你 北深的妻子就是我了 你才是那个第三者 周北深 要真像你说的那么喜欢你 那 他也不会听老爷子的话 不得不娶我了吧 北深和我从小一起长大 我才是那个最了解他的人 赵小姐 我说了对周北深没兴趣 那就是真的没兴趣 若你真能拿下他 日后你们婚礼啊 我必备好礼相送 要不是因为北深 你真以为我们赵家不敢动你吗 赵家是什么东西 你也敢拿出来威胁我 你 你给我等着 我不会放过你的 赵小姐 那你最好搞出点大动静来 我将晚 拭目以待 来人啊 来人啊 别动 放给他 来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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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动他 怎么回事 混着脑溢血 需要马上动手术 这有基本的医药设备吗 有需要机 对 只需要马上动手术 降到 和他起来 送他去医院 你也要去 只有我们这 那拜托你了 姜婉 要不是因为你 我才是这场宴会的交点 怎么样 放心吧 已经抢救过来了 不会有生命危险 要不要一起吃个饭 不用了周总 我还有事 江医生 感谢你救了 我们公司的员工 不知道能不能跟我说一下 他现在什么情况 大哥 大叔 没认识吗 去办公室说吧 好 怎么了 万万 没事 我们走吧 这次要不是你抢救的吉时人 李老爷子 恐怕就没命 他可是我们公司最重要的活动 大哥 你不用这么客气 这本来就是我们的职责所在 不过 你怎么会来啊 这有什么好吃惊的 自从你当神医生 我都多久没见你了啊 太忙了 你懂了 有事瞒着我 那要不咱们去吃个饭 去哪 走吧 跟我走 我先去补个妆 江湾 你口中的有事就是和于霄吃饭是吗 周北山 这里是女厕所 再说了 我和谁吃饭 用得着跟你说 和我没关系 你再说一次 周北山 我 我和谁吃饭 用得着跟你说 和我没关系 你再说一次 周北山 我 江湾 你说狗的呀 周北山 你到底在发什么疯 放开我 李雨晓远一点 不但他是他 你除了我以外 所有的男人都远一点 周北山 你要是有病就得看看医生 你不就是脑外科医生了 正好帮我看看 到底在想什么 还不明显 我在追你呀 有你这么追人的吗 能不能理这点 我是想你 我也知道我不在缠着 我周北山就不是这样 但是我根本做不到 我只要看到你和别的男人在一起 我就生气 我就想把你抢回来 这怎么还不回来啊 哎呀 江湾 怎么了 脸色这么长 不舒服 没事 那咱们是 周总 真是巧啊 余总 应该不介意多一个人吧 这不太好吧周总 毕竟是我今天请的小碗 虽然说我和小碗已经离婚了 但我始终觉得 我们缘分未尽 迟早会复合 真的犯我钱 就当是 提前请你们吃婚宴了 周总在胡说八道时 够了 你们两个 我一个都不感兴趣 小碗 你小子多怎么样 彼此彼此 我 周北山 我 周北山 您在想什么啊 江湾 今天那个吻 对不起 但是我不后悔 混蛋 混蛋混蛋混蛋 不行 这铺铺 会是一点都带不下去 必须 我不应该逼他太近 你要去哪儿 这好像和你没什么关系吧 告诉我 搬家 为什么搬家 是不喜欢这儿吗 这里什么都挺好的 就是对门 住着我讨厌的人 周总 麻烦让一让 你要是单纯的 只是不喜欢见到我 那你不用搬 我搬 你搬 我搬 我搬回周公馆 只请让你一个人 在那住了两个 抱歉 周公馆 挺好的 你要是喜欢的话 随时可以搬过去 周北山 那就不必了吧 我帮你搬 不用了 在放手时 可眼泪会 第二次 再见了 周北山 周总 不好了 江小姐失踪了 什么 她今天一天都没有去医 我已经检查过了 她昨天下午下班之后 就已经消失了 战役呢 是不是和她有关系 应该不是 她昨天一大早就出城了 目前为止 还没有任何行动 小婉仁呢 江小姐怎么了 我这两天忙着跟李家联姻 我没见过她 少跟我装想 你弟弟到底对她做了什么 北山 你误会远方了 她整天连门都没出 等等 周总有消息了 丢了解释 江小姐现在在酒店 走 了解释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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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你受伤了 伤哪儿了 我没事 这些不是我的 不是你的 那是谁的 我也不知道 我醒来就在这儿了 怎么 她死透了 不是我刷的 我醒来就在这里了 万万 你和赵远芳出现在同一间房间 她又突然死在这儿 这里边有很大的问题 你得先离开这儿 你先走吧 我不是三岁小孩了 我自己可以解决 你说你进去的时候 赵远芳已经死了 可是根据事件结构来看 锦园到的时候 人已经死了一个小时以上 也就是说 你在房间里面待了一个小时吗 警官 我是被人打晕带过去的 我醒来的时候 赵远芳已经死了 你们可以查监控 这呼气坏了 没有人可以证明你说的话 另外 我们在凶器上 提取到了你的指纹 你的手上 也有大量血迹 所以 目前来看 你是嫌疑人可能性最大 人不是我杀的 这是赵远芳手机 上面 有你发短信 约她去酒店见面的消息 所以我没有理由怀疑 你是早有预谋谋害她 警官 这短信不是我发的 应该是我被人打晕之后 有人拿我手机发过去的 目的就是为了陷害我 狡辩 警察 人肯定是他杀的 肯定是因为他勾引我弟弟不成 所以才狠心杀了他 江小姐 我弟弟虽然得罪过你 但是 你也不能杀了他呀 赵小姐 连警官都没有说我是杀人凶手 你凭什么敢断言 是我杀了赵远芳 连警官都没有说我是杀人凶手 你凭什么敢断言 是我杀了赵远芳 不是你还能是谁 胸界上可都是你的指纹 赵小姐 你难道就不好奇 是谁 想要陷害我吗 赵小姐不说话 我是不是也有理由可以怀疑 你也有杀人动机 你胡说八道 远芳是我亲弟弟 我怎么可能会杀他呢 你不要在这血口喷人了 我怎么听说 你父亲一直重男轻女 你一直不被看中 他宁可把公司交给赵远芳 那样的废物也不愿意交给你 你一直怀恨在心 现在赵远芳死了 你父亲就不得不把公司交给你了 如此看来 赵小姐 你才是最大赢家 怎么可能 你不要在这胡说八道了 你就这样说就是为了逃避罪责 赵小姐 那你可得好好活着 我倒要看看 我和你是谁先接受审判 你们 你们不会都相信他说的话吧 他就现在血口喷人啊 远方的事最好和你无关 要是让我知道是你干的 我 我宁愿把公司捐出去 会让他落到你的手上 爸 不好意思 江小姐 虽然周总提供了证据 可以证明你当时是被人打云带走的 但是这也不能证明 赵远芳不是被你杀的 你最近不允许离开禁城 去随时进行传唤 嗯 好 好的 周北深 谢谢啊 别跟我客气 这是我应该做的 没有什么应该做的 你根本就不欠我什么 携上车吧 送你回家 走吧 我可以躲开的 我说过 我可以成为你的依靠的 你的手 没事 这不能带了 先带你走 可是 放心 那个人跑不了了 我们先去医院 我来吧 婉婉 其实我 周北深 我现在不想说话 记得饮食清淡 不要蒸水 好 婉婉 大哥 嗯 兼顾吃瓶修复好了吗 修复好了一部分 你让我送到周公馆 我的行字来一趟 那我马上去看一下 好 周总似乎对我妹妹 别有用心吧 李总一定用此不当吧 我是在追求婉婉 但不是什么别有用心 周总这话说的 我差点以为 当初非要跟我妹离婚的 那个人不是你 我觉得谁突然 多了一个妻子 都接受不了 所以离婚的时候 我觉得余总能理解 而且之后 我现在真心喜欢婉婉 想重新追求她 冲突吗 周总以为小婉是什么人 想取救局 想离就离 别说她不答应 我作为她的家人 我也不会让她吃鱼头草 家人 余总 你扪心自问 你是把小婉 真心当妹妹对待了吗 周北深 你这话什么意思 都是男人 你装什么装 我就是好奇 如果婉婉知道 你对她的意思 她还认你这个大哥吗 周北深 小婉 那个惊恐视频修复好了吗 已经给律师发过去了 这次 一定要做个了断 好 那咱们走吧 你先别去 好好养伤 好好养伤 走 爸 公司的情况真的这么糟糕吗 情况糟不糟糕 还有我告诉你吗 雨晓和战业那两个兔崽子 简直是下了死手 一夜之间和咱们解约的 有十几家公司啊 你知道这损失有多大 一百多个亿啊 这可是一百多个亿啊 爸 您先别激动 我马上想办法 一定不会让公司出事的 不用了 我和李嘉那边商量好了 后天就正式把你接过去 至于婚礼吧 以后找个机会 可以补办 爸 都到了这个时候了 您还想着要把我嫁出去吗 就不能想想其他办法 我想留下来和公司一起共度难关 好了 这事业上是难忍的事 你一个弱女子 还是早点嫁人 在家相夫交辞比较好 如果说非要嫁一个能够帮助公司的人 那周北深不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周北深 他愿意娶你 这就不用您操心了 如果周北深愿意娶我 对您来说不是一样的吗 那好 但是你得把事情给我做利索点 别老想着 让我来给你收拾这个烂摊子 放心吧 爸 北深 你来干什么 北深 你能不能帮帮赵家 赵媛媛 赵媛芳到底是怎么死 咱们两个都清楚 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 你对我难道就一点感情都没有吗 我心里到底喜欢谁 你不清楚吗 从始至终我对你 够了 你不帮赵家 我可以理解 你不喜欢我 我也能接受 这杯酒 就当敬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行业 从此以后 我不会再打扰你了 放心 北深 这不过是能让你睡一觉的好东西 我不会害你姓名的 朱北深 朱北深 江小姐 北深正洗澡呢 有什么事 你跟我说吧 看样子 是我打扰你们雅兴 你知道就好 有什么事 明天再说 你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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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深 你弄疼我了 啊 啥要你 北深 我如果不嫁给你 就要嫁给李嘉那个金兽了 你觉得你这样就能嫁给你不是 下劲 啊 啊 啊 昨天晚上我 周总 一大早上有事吗 我发誓我什么都没干 是他给我下药 周北深 你真把我当傻子是吧 他给我下的是安眠药 我根本不可能跟他发生什么 他就是想借这个来气你 想借舆论逼我娶他 那不正好吗 你和赵媛媛也是青梅竹马 早点结婚 岂不是不好 你真这么想 我能怎么想 我和周总已经离婚了 你想再婚 和谁再婚 都和我没关系 所以这段时间我做的一切 都是我一厢情愿 你一点感觉都没有事吗 周总不会以为帮了我几次 我就要感激涕玲 心生爱慕 以身相许吧 我早就说过了 我不喜欢姓周的 你不会觉得我在开玩笑吧 嗯 也就是说 现在我和赵媛媛真的结婚了 你也一点想法也没有事吗 我能有什么想法 难道 我还要痛哭流涕啊 放心 我啊 只会祝福你们 周北深 新婚快乐 早生贵子啊 江小姐的祝福我收到了 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江小姐 有病就去节诊排队 昨晚我跟北深已经成为世事夫妻 不是就会举办婚礼了 江小姐应该会祝福我们吧 赵小姐 你怎么还有胆量站在我面前 你是不是觉得嫁给周北深就万无一失了 我们之间的账 还没算清呢 等我嫁给了北深 你觉得我还会怕你吗 那你最好祈祷自己能嫁给周北深 否则赵家破产之后 什么后果 应该清楚 只要你别想犯贱于北深复婚 我就一定能嫁给他 你的意思是 如果我答应跟北深复婚 你就无法嫁给他了 你什么意思 你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 谢谢赵小姐 给我提供了一个好方案 江碗 赵小姐 少在这给我犯贱 过几天就有周家一年一度的家宴 你要是再敢惹我 我就要你好看 那我也会是周家家宴的自己人 你才是那个外人 你再说一句话 我现在就要你好看 好 对了 周总 赵家刚打电话说 想和你谈一下 你和赵小姐结婚的事情 无想 告诉赵家 明天让他们来一趟老宅 爷爷每个月的家庭聚餐 需要他们来上班 当然 如果不来 我会亲自登门拜访 周总 这个节骨眼上去老宅 恐怕 既然赵媛媛这么想嫁进周家 我怎么可能让她失望 好 你看我这个项链好看吗 江小姐 好巧呀 你也来陪爷爷吃饭吗 北深带我回家陪爷爷吃饭 毕竟以后都是一家人了 自然要多亲近些 江小姐你说是吧 赵小姐 问错人了吧 我对你们一家子 不感兴趣 北深 立不上你的嘴吗 等等 北深 小娃 你总算来了 爷爷 不好意思啊 这医院工作实在是太忙了 这么久没来看您 你来了就好 你来了就好啊 爷爷 你带她来干什么 给我添堵啊 你带她来干什么 给我添堵啊 她说她想过来看看您 所以我就带她过来了 爷爷 我也是您从小看着长大的 跟北深又是青梅竹马 您是不是对我有什么不满意啊 哼 我只认小婉一个人做我的孙媳妇 其他的人 别想进我周家的门 可是 他们都已经离婚了呀 那又怎么样 小婉 难得你回来一趟 多陪爷爷两天啊 爷爷 我这次来是来告辞的 医院那边派我去国外交流几个月 我到时候回来再看你 看来是我这个医院的大股东 最近不太关注医院的事 怎么没人向我汇报 周总虽然是静安医院的大股东 可是这是医院内部的事情 我去你个外行人 最好还是不要插手 江婉 行了 和外边交流是个好事嘛 爷爷 那我今天就先走了 到时候回来看你 小婉 江婉 你放开我 为什么要出国 到底在逃避什么 逃避 我有什么可逃避的 有什么值得我逃避的 因为我和赵媛媛要结婚了 你接受不了了 所以想逃走对吗 江婉 你真是个胆小鬼 你有病吧 你结婚管我什么事啊 丑北山 真是够自恋的 不关你的事 那你激动什么呀 我没有错 我老婆 你们在干什么 江婉 你真是不知廉耻 勾引别人未婚夫 未婚夫 周北山 好像从来没承认过吧 从头到尾 都是你自作都行罢了 跟我 跟我 北山 你为什么要这样啊 明明是他 不好意思啊 我没时间 陪你们在这掩虐练情深 恕不奉陪了 滚回去 北山 你别生气 我是怕你被江婉抢走了 我不是故意要跟他动手的 害怕我被他抢走 你觉得你配合他比吗 赵媛媛 你不会真以为我会娶你吗 北山 你这话什么意思 你 你不打算娶我 可你从来都没有对外界澄清过 你是故意的 你为了鸡浆碗吃醋 你拿我当工具 你觉得呢 为什么呀 周北山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我到底哪里比不上他 为什么 这不是你自找的 北山 给你下药 我也是无可奈何 大不了我们不结婚了 你放过我行吗 你设计下来江婉的事 怎么没想过放过他 你为了给他出气 就要置我于死地对吧 对 明天去警局自首 也许会给自己留几分面子 不至于闹得太难看了 我会让你后悔的 你想清楚了 想清楚了 与其嫁给一个不爱自己的人 不如嫁到李家去 至少李家那个胖子 没有周北山那么难搞 这就对了嘛 我早都跟你说过 人李家那边 成义满满 你嫁过去 也是享福啊 您说的对 大哥 你怎么一副生理死别的样子啊 回去去两三个月就回来了 晚晚你就俗话告诉我 是不是因为周北山的婚事 才要离开 不是 你还没看新闻吧 今天早上赵家和李家 已经发了联合声明 澄清了赵元爷和周北山的婚事 而且这赵元爷 他要嫁的是李长青 我觉得你实在 大哥 他的事情跟我没关系 晚晚 我记得 你不是不希望我跟他有前程吗 怎么还帮他说起话来了 晚晚 比起这些事情大哥 更希望你能得到幸福 明白吗 会的大哥 那 我先走了 晚晚 抱一下 好 走吧 注意安全 嗯 总裁 江小姐已经安全抵达了 我要知道他所有的动静 明白吗 是 您好 您呼叫的用户 正式无法接通 您好 您呼叫的用户 总裁 刚刚接到消息 江小姐居在那个地方 发生了特大地震 换人呐 暂时还联系不上他 直降来直升飞机 准备机极药品的物资 直飞过去 是 小班 慢慢 大哥 大哥 没事吧 没受伤吧 没事吧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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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起来 我的秘密 大概是没机会告诉你了 江婉 我喜欢你 恭喜了 晚婉 比起这些事情 大哥更希望你能得到幸福 明白吗 就算我们晚晚要嫁人 嫁给我多好 说什么呢 你可是我哥哥 从很多年纪 就喜欢你 大人 大人 来人救命啊 来人 救命啊 来人 大人 救命啊 周总 小婉 我问你 我问你 我问你他人呢 江医生被埋在了废墟下面 暂时还没有消息 小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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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我不应该拿草监狱 我不应该拿草监狱 谢谢你 我不应该和你雷火 小婉 朱总 你冷静点 我看 小婉 别怕 刚才了 对不起 江湾 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让我好好保护你 别走 大哥 我没事 我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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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救救我哥 对不起 婉婉 你笑的 都怪我 又不是我跟你毒气 我 我哥也不会来找我 我哥 他也不会 哥 婉 婉婉 别睡了 醒醒 你醒了 我大哥呢 刚醒过来 先别说话 我去叫医生过来给你看看 我 我问你余霄呢 余霄怎么样了 你回答我 你回答我 婉婉 别太难过 我相信 他在天之灵也不会想看到你这样 不可能 不可能 你骗我 这被神经骗我 他不可能有事的 我要去见他 我要去见我大哥 我要去见我大哥 我 不可能 我要去见他 我要去见我大哥 大哥 婉婉 请别想太多了 回去好好休息 北深 这段时间 谢谢你啊 别跟我客气了 你来干什么 北深哥 我没有别的意思 只是想邀请江小姐参加我们的婚礼 看到赵小姐和李少国的幸福 我也替你开心 至于婚礼 我就不去了 明天中午我请江小姐吃饭赔罪 就是不知道江小姐敢不敢来 愿不愿赏脸 行 我会去的 为什么来答应他 这摆明了就是一场鸿门夜 他邀请我 我要是不去 岂不是显得很害怕他 婉婉 我希望你永远不要把自己置身于危险当中 北深 我就知道你也会来 你不用担心 我今天是想为之前的种种 给大家道个歉 而且我也很喜欢长青 不会再纠缠你了 更不会针对江小姐 你能这么想最好 你放心吧 我已经想清楚了 我要跟长青一起好好过日子 只是赵家 放心吧 赵家的事情 我不会置之不理的 就算为此 跟战业作对 他战业算个什么东西啊 别以为我不知道 赵家的事情 是你在中间挑衅 长青 既然我已经嫁给你了 就跟赵家没有关系了 以后赵家是破产还是怎么样 都无所谓了 你能这么想最好 阿元把话说到这份上了 你还想怎么样 行 既然李少这么说了 那我就给你的面子 你真的愿意跟我讲和吗 当然 那周总的意思 完完说了算 原原小姐用这种眼神看着我 是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吗 别这么叫我 听着恶心 所以 你今天整这一出 是为了给谁看呢 李长青 还是周北深啊 你管我眼给谁看 好用就行 让我猜一猜 你应该是想 在李长青面前当受害者 让李长青出手对付我 原原小姐 你未免也太天真了吧 你句句几句话 你以为李长青就会信你了 所以 我才想给自己 我才想给自己 加一点筹码 你 你要干什么 你别过来 长青 长青 杏仁用这种手段对付 也太低级了 也太低级了吧 成青 怎么了 你没事吧 江婉 你欺人太甚 赵小姐 你不会想说 是我打的你吧 你想干什么 李公子不必紧张 我只是有几句话 想对赵小姐说 你 你 叫什么 赵媛媛 你杀害赵媛防陷害我的事情 真以为我找不到证据是吧 什么傻人 你不是说你弟弟 是因为意外才死的吗 长青 不是的 长青你听我说 李老板 知人知面不知心啊 不是的长青 走吧 你听我说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 我不能来接我自己的女朋友下班吗 谁是你女朋友 你自己说的呀 你说你会认真考虑我的追求 怎么你想反悔啊 反悔也来不及了 这辈子赖着你了 江婉 你不会真的决定 要吃下周北山这棵回头草了吧 战业啊 你别以为你和婉婉在合作 我就不敢打你了 真没意思 江婉 你要是哪天想开了决定甩了她 可以随时来找我 好了 你们两个真的是 不过战业 你怎么会来这儿 你没看新闻吗 李长青呢 已经决定取消和赵媛媛的婚约 赵媛媛杀人的证据 也已经移交给了警察 听说正在被调查呢 我来提醒你 小心那个女人狗急跳墙 放心 她奈何不了我 周北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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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醒过来 真的是太好了 慢点 没事吧 傻瓜 再不醒过来 老婆就要跑了 你刚才说 说什么 复婚吗 这样复婚 岂不是太便宜你了 那你要干什么 恨我一万次 伸着光坠落 又一步说 所以生日 他最残不哭 幸福 啊 这个年轻人 一尽 感谢观看